台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 纳入口罩贩售据点 开卖当天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但人潮以民减嫌少 也觉得能买到口罩很方便 三重鲜色工继捐赠学校防疫物资 有购买市价近20万元的次氯酸水生成机 捐赠200桶次氯酸水 给继承车队保障乘客则刺激健康 台北松山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台北偶戏馆 举办失能乐理课程 将传统偶戏元素导入 希望延缓年长者的认知功能变化 大家好 我是张子婷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新闻 口罩实名制上路后 全台药局到处都看得到 常常的排队人潮 不仅民众辛苦 就连药师也大喊吃不消 为了要疏解药局人潮 中央宣布台北市12区的健康服务中心 也纳入口罩的贩售据点 21号开卖当天 就有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赶在开学前 家长排队要帮小孩买口罩 有了药局排队经验 不少人自备椅子 也有人早上6点多就来现场等 台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 加入卖口罩行列 让民众可以就近购买 不用四处找药局 也减少排队时间 药局有的都很早 都很早差不多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从早上8点半发号码牌 9点开卖 人潮看得出来明显减少 而且贩售柜台就设在门口 减少路内量体温的程序 加快领口罩速度 配合实名制口罩的贩售规定 除了平日分担双号 做人潮分流 6日健康服务中心也会派人 轮值加班 服务休假的上班族 我们假日都有排同仁来服务 至少有两位同仁和一位主管 还有两位志工 我们的远警也都会来巡逻 所以大家都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过去台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 因为不是健保署特约机构 不再卖口罩的名单 后来经过民众反应 健保署也协助更改设定 让北市健康服务中心 也纳入贩售口罩据点 希望疏解药局人潮 提供便民服务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 防疫大作战三重先色工 既捐赠各级学校防疫物资后 又购买了一台 市价近20万元的次氯栓水生成机 并捐赠了200桶20公升的次氯栓水 给台湾大车队和全民继承车队 希望司机们加强消毒 为乘客和自己的健康来把关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为了协助疫情防治工作 三重先色工 既捐赠各级学校防疫物资后 又捐赠200桶20公升装的次氯栓水 给台湾大车队和全民继承车 希望司机们加强消毒 为乘客和自己的健康把关 继承车是一个大众运输工具 每天接触的我们市民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在提供这个次氯栓水 给学校各级学校以后 现在我们认为还有余力 所以今天特别来提供给我们所有计程者 那两大寄生的业者 我们每一个都各送100桶 20公升的 非常感谢我们党史长 这次我们客人车手机 让我们安全兵 走车赚钱 为了扩大服务 新冠工特别购买一台 市价将近20万元的次氯栓水生成机 且不惜制作原料的成本 以每三分钟生产20公升的速度 大量生产次氯栓酸水 希望与大家一起对抗疫情 这个机器我们大概买了 大概将近20万 但是耗材不算 所以那这个钱呢 都是由我们先生工的董监事来提供的 那每三分钟 20公升 先生工所生产的次氯栓酸水 除了供应各级学校 计程车司机外 一般市民也可自备桶子自由取用 但每次限领两公升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善加利用 记者伦洪采访报导 而另外在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防疫基金成立后 受到许多企业以及宫庙热情响应 这一次又获捐了420万元 新北市长侯友宜 感谢各界的踊跃捐款 并且认为只要全国团结一心 加上民间的力量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台上频频鞠躬 感谢各界踊跃捐款 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防疫基金成立后 受到许多企业及公庙热情响应 这次又获得板桥深秋福德工 信方股份有限公司 二民招商股份有限公司 及极光先进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合力捐款420万元 一起为防疫尽心力 这一次武汉飞员 还在一个高峰期当中 未来 在什么时候疫情还可以舒缓 没有人知道 所以防疫物资的准备 以及我们对一些身心障碍 弱数值起的照顾 绝对不能中断 这些都要仰赖政府的努力以外 更重要 希望民间的资源 有满满的支持 我们这个困难的时间 大家都会过 知名网红馆长陈之翰 既捐赠消防医 儿少客后安心社区照顾方案后 这次再捐赠100万元 响应防疫基金 虽然目前严峻的疫情 对他的事业也带来影响 但他仍积极奉献爱心 希望疫情能早日结束 疫情发生了 大家都一定会有差 大家都不太敢出门 但是我依然还是捐赖 我还是最后跟大家讲 我们到现在 我们台湾政府真的是 无论是我们中央还是我们何大哥 我们的确是世界 我们要以台湾人为好 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厉害 然后也希望 这个危机赶快度过 社会局表示 目前防疫基金累积已达1000多万元 已陆续补助各社区关怀据点 购买口罩 酒精 额温枪等防疫物资 期待透过这次捐赠 能抛砖引玉 吸纳更多爱的力量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不过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 却是持续的升温 但是2月25号就是学校的开学日了 有企业善尽社会责任 主动捐赠了台北市公立小学 1万片的静电空气滤网 以及港湖特教班 9台的空气清净机 希望能够共同来守护 血统的健康 那这贴好静电空气滤网的冷气机滤网 放入冷气机内 盖上盖子就能够正常使用 这款静电滤网不挑厂牌 能吸附空气中的带菌为例 沉满过敏源和PM2.5 足以进化学校教室内的空气 小朋友要开学了 大家很多家长也会很焦虑 那在这个开学的密闭 教室的密闭环境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及时的捐赠 我们准备了1万片的静电空气滤网 来造福我们台北市总共162个公立小学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修 Trium台湾公司秉持着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在开学前夕 主动捐赠台北市公立小学 1万片的静电空气滤网 以及港湖特教班9台空气清新机 希望为学童的健康把关 那现在是一位的话是一班停课 然后一个学校有两位的话 是全校的停课 依照前夫妻的 这个目前的预定14天来做考量 台北市共有162间公立小学 4275个班级 以每片滤网每天使用4到5个小时计算 预计可以使用到暑假 这些滤网将在2月25号开学前 配送到全市小学 加强室内的空气滤镜 让孩子们在室内呼吸更安心 记得长大话 採访报道 往后回来这里做矿泥单元 带您到信义区雅翔礼 礼内浮祥公园年久失修 礼长积极争取预算整修 现在已经成为 礼民休憩散步的最佳去处 旅行 旅行 க舞 旅行 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量調高 幫我找愛情幼幼人 OK Google 幫我叫電視管家搜尋師傢伙 智慧聲控大小事 就從看電視開始 現在辦凱波大寬屏指定專案 Google Nest Mini馬上帶回家 0809 009 658 凱波大寬屏 OK Google 歡迎回來凱波大台北新聞 由於口罩實名制的施行 每一個人每七天只能夠購買兩個口罩 也讓許多人擔心口罩不夠用 因此在新北市平林區公所 特別開辦了口罩布套的手作課程 交到民眾自製布套 延長口罩的使用壽命 同時也十分的環保實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 口罩成了防疫的珍貴用品 平林區公所為了提升防疫能量 在公所四樓禮堂 特別開辦了口罩布套手作課程 邀請專業的老師來教導民眾製作 口罩布套 區長施明會指出 由於口罩實名制的實施 一個人一個禮拜只能購買兩個口罩 所以辦理這個手作課程 就是希望能夠延長口罩的使用壽命 大家一起來做好防疫工作 我們知道現在一個星期只能買兩個口罩 那畢竟是有限的 甚至有的長輩都還排不到 為了子女來排隊還排不到 所以我們希望能延長這個口罩的壽命 所以特別邀請到老師 來幫我們做這個手口罩的保護套 希望能加強來弱實 侯市長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聽到公所辦理口罩布套的製作教學 不少民眾都報名來參加 除了有長輩之外 也有媽媽帶著孩子一起來上課 參加手作的婆媽都說 這個課程非常實用 在這個非常時期相當有幫助 而且學會之後 可以自己在家多做幾個 分享給親朋好友使用 剛好現在因為是武漢肺炎的時代 然後教我們做的那些立體口罩 我覺得很實用 而且也很受用 像我甚至要學校上課 也是很難買到 都要到衛生所排隊 這樣我們自己可以做 就是分享給小朋友 平林區長施明慧表示 自製的口罩布套 中間可以放置防疫用口罩 除了能夠保護防疫用口罩的使用期限 又可以發揮隔絕病毒效用 非常的環保實用 也希望藉由這樣的課程開辦 結合更多民間資源 製作更多的口罩布套 送給更多需要的民眾 記者陳小丹采訪報導 今天的這裡就靠你單元 要帶你到台北市新一區的雅翔里 里內有一座浮翔公園 因為年久失修 許多器材都有使用上的危險 里長高天喜在上任後 積極爭取預算 經過半年 終於整修完成了 而現在也成為 里民休憩散步的最佳去處 地磚隆起水泥外漏 這是浮翔公園半年前的景象 經過雅翔里長高天喜 與議員向市府爭取經費 整修之後 如今整座公園換人一新 讓不少里民都覺得 改變實在太大了 現在這個里長做得真的很好 他好多公共設施都為我們市民在做 所以做得相當的好 因為這個浮翔公園以前都很會講的髒亂 幾十年從來都沒有整理過 我們就是剛好有拜託議員幫我們 徵集一些費用 然後就是說把這個公園重新都整頓一下 健步器 兒童搖搖椅 還有磨石子材質的溜滑梯 這些新設的健體設備 讓里民不用到學校或者是運動中心就可以健身 而兩庭內的食材桌椅 也讓里民可以隨時坐下來休息聊天 當時的狀況很髒亂 而且場地又很小 看起來都很小 我現在把它換成一些 連那個磁磚什麼東西那個樹的圍獎 連那個樹木什麼都重新都把它整理過了 高立長表示 雅翔里內共有兩座公園 浮翔公園雖然面積比較小 但因為位居要到 因此有許多民眾使用 現在整修完畢重新啟用 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維持公園的乾淨整潔 也不要破壞公園的設施 才能留給全體里民一個安全無慮的休閒環境 記者長東華 採訪報導 另外在台北市松三健康服務中心 結合台北偶戲館 舉辦為期八週的失智樂靈課程 將傳統偶戲導入 透過設計手作人偶和聲光刺激 同時運用了肢體律動增進人際互動 延緩年長者的認知功能推化 台灣邁入高齡社會 尤其是台北市 65歲以上人口佔18.07% 此外根據失智症協會調查 其中又有18.23%的老人家 有輕度認知功能障礙 因此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特別將傳統偶戲導入失智樂靈課程 希望能延緩年長者的認知功能退化 我們首次是將傳統的偶戲 來導入我們失智樂靈的課程 那我們這次主要招募是以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長者 跟他的照顧者來共同參與我們的課程 那陪伴失智症家庭來調適延緩失能 進而走入社區 失智症不單只有記憶力減退 更會影響其他認知功能 症狀嚴重還會影響人際關係及自我照顧能力 進而增加家人及照顧者生理 心理及經濟負擔 松山建福從97年起開辦失智樂靈課程 除了要延緩年長者失能退化 也能讓照顧者有喘息的機會 照顧者他同時可以獲得短暫的一個喘息機會 那我們這次特別要有別於失智社區拒卷的服務 那我們這次是特別強化早期的介入 所以我們特別結合我們在地的一個文化資源 台北偶戲館 那我們創新結合個傳統偶戲 來帶領我們輕度的認知功能障礙者 對過去生活的一個回憶 結合在地台北偶戲館的文化資源 針對輕度認知功能障礙者設計課程 安排手指偶DIY 藉由絲 貼 黏及繪畫動作 活化手部大小肌肉 同時提升創造力與專注力 讓長輩們達到自我肯定 提升成就感 記者尤祥廷採訪報導 繼續帶您來看到在台灣唸歌藝術的國寶大師楊秀卿 因為在電影《血觀音》中扮演串場的靈魂人物 隨著電影賣座提高知名度 有不少樂團因為受他的影響開始唱台語歌 還有紀錄片導演希望把他的故事完整呈現 帶著楊老師全台走透透 其中在台北場是來到了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廟 直接在廟口開唱 生動的表演內容都樂台下觀眾 簡單的樂琴旋律搭配生動的聲音情緒 台灣唸歌藝術國寶楊秀卿不用靠臉做表情 一個人用聲音分飾三角 就把這齣周承游台灣的故事說得生動有趣 讓觀眾聽得入迷 不只故事說得精彩 就連表演結束的工商服務時間 同樣能留住觀眾 早年為了討生活學念歌 楊秀卿跟著家人到廟口公園獻唱賣藝 練就邊唱邊說的技巧 2017年獲邀擔任電影寫觀音串場角色 隨著票房賣座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我以前可以做五個 老生小生老大小大 還有那個老花 所以以前可以做五個人 訪問中楊老師總是謙虛地說 自己什麼都不會只會吃飯而已 但他的獨門說唱藝術 不只啟發年輕樂團的創作靈感 還有年輕夫妻主動拜師學藝 還創立微笑念歌團 就連紀錄片導演也想呈現國寶的傳奇人生 念歌的某種程度也很像現在年輕人喜歡的饒舌跟嘻哈 那念歌很街頭 然後娛樂性然後即興 所以呢現在年輕人的音樂也是這樣 那年輕人很多的養分是從楊老師這些音樂來的 隨著時代演變 當年年輕人對台北的記憶也不同 導演帶著國寶楊秀卿來到充滿新舊融合的大道城 舉辦快閃念歌活動 讓觀眾重溫大道城繁華時光 也能感受傳統說唱藝術的魅力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其實楊秀卿老師三歲時眼睛就失明了 兩度被父母送走 而十歲開始在養父母家學念歌 從此就到廟口公園四處的賣藝 累積一聲說唱本領 後來他開始教學生 也和年輕人合作 還拿下德國的紅點設計獎 讓台灣文化揚名國際 儘管楊老師已經高齡85歲 依舊跟著徒弟四處巡演 希望傳承念歌的文化 一張椅子一把月勤 85歲的國寶楊秀卿 用聲音邊說邊唱 護士主角仿佛就在眼前 讓觀眾聽得入神 三歲時眼睛就失明 父母把他交給住在新店的養父母 十歲開始跟著鄰居學念歌 也開啟他的邁逸人生 學念歌為了討生活偏偏眼睛看不到 都得靠姊姊一聚於聚焦 表演現場如果忘詞回家就得挨打 也讓楊秀卿練就驚人的理解力和記憶力 從民國72年收了第一個學生 開始試著和年輕人合作 除了在2006年入圍金曲獎 2009年還被文件會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 2016年更以涼什麼歌專輯MV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 我現在要涼就是這個 露車流彈海你把頭疼到尾就會在 楊老師親自到德國領獎還在現場表演 讓德國人也為之瘋狂 成功把台灣念歌表演推向國際 現在他也跟著徒弟四處巡演發揚台語文化 世界在選擇就是這個 選擇這個台語文化 我們這個瘋狂的瘋狂都是台語的 它困難就是困難在他們 這個國語講得太親了 所以這個台灣很難學了 這幾個月就要叫做很多遍才叫來 從年輕微的討生活到現在成了台灣國寶 楊秀卿老師最大的期盼還是能傳承文化 儘管已經獲獎無數 現在還是一字一句耐心糾正年輕學員的台語發音 只希望下一代能保有熱誠 留住優美的念歌藝術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在樓口喔 踩到半夜啦 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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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兒去刷那快啊 啊都沒有在看啊 在無紅綠燈的路口 請遵守路口標誌或地上標線 路口停让 安全至上 继续带你来看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延烧 但是台北内湖的草莓季还是如期登场 今年是暖冬 草莓要等到三月份才会盛产 但是还是吸引了不少民众 西匣带卷 上山采草莓 而店家也希望草莓季的活动 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内湖水果的好滋味 一大早 位于内湖白石湖休闲农业区的草莓园里 就出现了采草莓的民众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燃烧 但还是不解民众上山踏青的兴致 吸扎带卷的来采草莓 不会还好 在山上空气蛮好的 虽然说有时候不太会藏出门 不过就还是会出来走走 特别是产业局长林冲杰与地方人士 共同申告2020内湖草莓季起跑 内湖白石湖一带有27家的农园生产草莓 但因为目前暖冬的关系 要等到三月份草莓才会盛产 草莓会在三月份四月份到五月中 会是渐渐的往高峰 光合作用或是温度不太一样 所以开花的顺序不会说 每一个农户都是平均的 它会陆陆续续 鲜红色的草莓 用草莓制作的果酱 水果醋 还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草莓披萨 这些都是白石湖的店家 利用自家生产的草莓制作的 希望借由草莓季活动 让上山采草莓的民众 也能够品尝各式草莓口味的美食 真正享受内湖的水果好滋味 记者长得华 采访报导 今年来 新北市淡水区的交通便捷 生活机能也日渐完善 同时带动了房地产的发展 看好淡水房市商机 许多建商纷纷推出小瓶术的产品 希望能够吸引年轻手购族 前来欣赏 近年 都市房价日渐高涨 位于新北市郊区的淡水红树林 生活机能日渐完善 成为许多新城家庭首选区之一 有建商就看准小户型住宅 更贴近年轻人的需求 打造只干小宅 在大瘾的工匠精神 以及精工的灵魂之下 能够打造出来一个 有豪宅的建材 又有细致的规划 周围的环境 随着这几年的演变 也越来越便捷 这些综合条件加起来 都是会非常适合一个 很理想的 新城家庭的一个住宅 大瘾开发表示 小兰海市公司的第八个建案 承袭大瘾开发优良的基因 小材空间营造真容的居住质感 在规格与建材的使用上 都做了高品质的开发 从12年前第一个案子 蓝海开始 蓝海开始到今天 小蓝海是我们的大瘾开发的第八号作品 那我们也看到在大瘾的整个努力之下 整个台湾的水岸的建筑 创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小而精致的格局 加上生活圈宁进重点学区监运站 也吸引不少想要购屋的民众询问 张骏执行长也提到 淡北道路环平线已通过 未来将会是解决台俄县 庸舍的关键道路 打破民众对淡海常年塞车的刻板影响 记者谢家山 杜怀顺 新北市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